这期继续来讲厨子弟 两天 难怪伍玉梅开心地要唱歌 就在两天前 他苦心经营的小饭店面临关张倒闭 却因为一个半夜来吃霸王餐的人 奇迹般的起死回生 不但这个人会厨子手艺 还是个武林高手 最关键的是老黄命理代财运 老黄在的时候 生意就特别旺 食材佐料的消耗也低 加上买菜成本大幅下降 老板亲自收银 日流水蹭蹭可见的上涨 这样坚持一个月下来 就能扭亏为盈了 这一切都源自于那碗不要钱的面条 武玉梅深信 善有善报的因果理论 如果不是自己善良不收钱 老黄就不会出手做鸡公包 如果不是自己好心留他住下 那就没有后来的故事和财运了 甚至说 网吧里那些孩子就会死 这样说来 自己岂不是成了活菩萨 这样一想 武玉梅心里美滋滋的 他邀请老黄回家住 还真不是女追男 他是直脾气热心肠 但在男女关系上没那么开放 他只是觉得店铺里太冷了 桌子拼的床也太硬 再说 老黄来了两天 还没洗过澡 接回家洗个热水澡多好 体贴的女老板仿佛忘记了 每岗路上就有公共浴室 大池子比自家连棚头洗得舒坦多了 今晚生意还行 虽然翻台率不高 但每桌消费额都很高 看到收银机里的一堆钞票 武玉梅乐开了花 到了晚上十二点 时才清空 大功告成 武玉梅宣布提前下班 早点回去休息 三人欢天喜地锁门出店 武玉梅把武灵之光的车钥匙 递给黄皮虎 老黄 你开车吧 黄皮虎拒绝 我没驾照 回头去考一个 武玉梅上了驾驶座 侧身打开副驾驶的门 让黄皮虎上来 而这本来是小红的专属座位 现在小红只能撅着嘴上 后排蹲着 面包车为了拉货 后排座位都拆了的 武玉梅在附近租了房子 距离很近 几百米就到 而且就在船厂新村里面 年久失修的居民区内 连个路灯都没有 乌漆满黑 武灵之光最终停在17号楼下 武玉梅熄火拉手刹拔钥匙 说一声到家了 一冷看了看楼上 按道 这就是缘分啊 武玉梅竟然和女儿住同一座楼 搞不好还是同一个单元呢 果不其然 武玉梅直奔二单元 声控灯是坏的 摸黑上了二楼 掏出钥匙 打开了201的房门 打开了电灯 一冷看了看202的房门 女儿一家就住在里面 万没想到 居然成了对门的邻居 201和202的户型不太一样 一南一北两间卧室 中间的客厅不见阳光 房间里的暖气阀门是关闭的 因为家里只有晚上有人在 开了也浪费 但楼上楼下都开着暖气 所以温度还可以 武玉梅住朝南的房间 小红住朝北的房间 黄皮虎就只能住客厅了 对这个方案 小红身表不满 可是又没资格抗议 只能小声嘟囔说 这样出来进去的上厕所多不方便 大家都将就一下 等以后生意好了 换大房子 武玉梅说 似乎她也觉得男女杂居不太方便 于是回卧室拿了两个旧床单 和一卷铁丝 给黄皮虎圈出一块区域来 安置好了 接下来就是洗澡 老板第一个洗 武玉梅换了居家服和拖鞋 拎着小篮子 进去洗了20分钟就出来了 武玉梅湿漉漉的头发披散下来 一股好闻的沐浴露味道 小脸被热气熏得百里透红 领口微微敞着 一双眼睛含着笑 黄皮虎眼睛都看直了 猴头耸动 在吞咽口水 她在监狱里蹲了四年 没闻过女人香 哪受得了这个 小红抓紧 趁着热气 武玉梅看也不看黄皮虎 吸拉着拖鞋进卧室了 小红洗澡时间就漫长了 足足洗了半个钟头才出来 她虽然丑但是架不住年轻 也是红扑扑的一朵山茶花 终于该黄皮虎了 她进了卫生间 脱了衣服 打开水龙头 发现只有冷水没有热水了 原来用的是老旧的太阳能热水器 虽然今天阳光不错 但热水被小红用完了 现在的水温等于外面室温 接近零度 小红就是故意使坏 但黄皮虎不在乎 用冷水她照样洗澡 还洗得浑身上下热气腾腾 五分钟之后出来了 本以为两个女室友 这会儿都进屋了 没想到囊卧室门开了 五玉梅拿着茶杯出来倒热水 老黄几乎被她看光光了 五玉梅不是没见过男人 但没见过这样的男人 当场就惊呆了 夏天的时候 船厂工人们喜欢赤膊 在露天吃烧烤哈啤酒 基本上没几个能看的 大肚奶 粗脖子 秃头地中海 简直愧对工人老大哥的名头 而黄皮虎臃肿的衣物下面 居然是一身箭子肉 体质率达到恐怖的程度 六块腹肌线条清晰 客厅里的灯只有15瓦 暗淡灯光下 五玉梅忽略了黄皮虎身上 更为可怖的伤疤 就算看见 她也认不出枪伤刀伤 和严刑拷打留下的痕迹 现在轮到五玉梅吞咽口水了 两人在客厅里互相对视 气氛暖昧 直到小红打开北卧室的门 出来上厕所 看到两人这样 干咳了一声 五玉梅慌忙回屋关门 脸热心跳 心说我刚才开门想干啥来着 忘得一干二净 她在门后面 平复了20分钟心情 等心跳速度降到80多 再次打开门看了一眼 一片黑暗 熄灯了 老黄没有任何声音 五玉梅有些恼火 这个男人 怎么一点都不主动 一点都不像个男人 她气鼓鼓地把门用力反锁上 喀拜一声 在暗夜中特别清晰 上床辗转反侧了一会 五玉梅还是睡不着 开始琢磨老黄这个人 按理说 老黄刚从山上下来 应该很饥渴才是啊 怎么没任何动静 又不是年轻小伙子 有啥矜持的 难道说是自己魅力不够 想到这里 五玉梅起身照镜子 抹了点润肤霜 把自己涂抹成了香宝宝 搔手弄姿一阵子之后 悄悄过去将门锁打开 推开一条缝 卧室的光泄露出去 老黄如果再不接招 那她就是个傻子 不过开了门 不等于五玉梅接受老黄 人家也是个要面子的人 她这样做 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魅力 假如老黄摸进来 一定不会让她得逞的 哼 可是一直到迷迷糊糊睡去 老黄也没摸进来 外面一片漆黑的时候 五玉梅被关门开门的声音惊醒 出了卧室打开灯一看 黄皮虎不见了 挂在门口鞋柜上方的车钥匙也不见了 她急忙奔到厨房阳台 看到黄皮虎上车点火 在原地热车 排气口喷出一股股白色的蒸汽 五玉梅心里一暖 她根本没往偷车方面去想 自己这么一个大活人 她都不稀罕 还差一辆破车吗 老黄一定是会疼人 早起去进货了 不过转头一想 她手上没钱啊 拿什么进货 这下五玉梅不淡定了 躺回去再也睡不着了 一直等到早上七点多 又是开门关门的声音 她一颗心放回来了 老黄真的是去买菜了 五玉梅穿好衣服出来 装作刚睡醒的样子 伸了个懒腰 问老黄 怎么起这么早 黄皮虎说 我去了市场一趟 谈了几家商户 让他们给咱们供菜 以后就不用天天早起了 五玉梅觉得不可理解 饭店经营者 一大早去市场采购 最新鲜的食材 这是老规矩了 这样做既能省钱 又能拿到最好的货 等到上午的货质量 就不怎么好了 还让人家给送货 这是咋想的呢 黄皮虎解释说 我并没有去一家家的 找那些搞批发的谈 而是找了一家菜市场 有固定门面的 列了个单子 让他们每天供货上门 当然 价钱比批发贵 也包含了运费在内 但这钱得让人家挣 黄皮虎说 咱人手不够 又主营的是夜场 早上四五点赶急买菜 人力吃不消 我觉得 宁可让点力出去 把精力放在生意上 反而能赚得更多 五玉梅待了一会儿 觉得这话没毛病 无法反驳 都依尼 五玉梅说 一副千一百顺 小媳妇嘴脸 黄皮虎将袋子里的东西 摆在桌上 是热腾腾黄灯灯的水煎包 有猪肉馅和素馅两种 还有三碗皮蛋瘦肉粥 刚从附近 早点铺买来的 喷香 小红年轻贪睡 房门紧闭 隐约传出憨声 五玉梅感慨一句 这孩子可真有福 不等他咱们先吃 星期天的早上 两人坐在温暖的室内吃着早饭 朝北的窗户玻璃上贴着红色的符字 望出去是对面的楼 冰溜子垂在屋檐下 谁家防盗窗里挂着一串辣香肠 寂静而温馨 就像是两口子过日子那般 五玉梅忽然觉得 这一刻如此美好 如果能永远停在此时多好 黄皮虎说 建议修订菜单 主打几个特色菜 乱七八糟的其他菜 全都淘汰掉 这样每天需要进的货 就那么几种 方便采购和核算 五玉梅拿了一张纸过来 和黄皮虎研究起菜单来 确定以大红袍为主打 附上一些凉菜小炒甜点齐活 然后他找了一个带颜色的卡纸 用钢笔一笔一画写出了菜单 硬笔书法铁钩银画 飘逸中带着硬朗 和五玉梅本人气质接近 这一笔字真不赖 黄皮虎夸道 你小时候一定成绩很好 五玉梅眼神黯淡了一下 那有什么用 家里没钱 高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 学历不等于文化 我看你现在挺有文化的 黄皮虎说着 看了五玉梅一眼 这让他忽然意识到 自己起床之后 还没洗脸呢 惊叫一声 赶紧去洗脸 可是发现 完全没有热水了 太阳能不给力 得换个电热水器 黄皮虎跟过来说 得签把块钱 五玉梅说 百十块钱就够 交给我半吧 黄皮虎主动请英 他知道五玉梅挺会过日子 一分钱掰成两磅花 更重要的是 这房子是租的 不知道哪天就退租 热水器还得拆卸 带走不够麻烦的 真的 五玉梅不信 但还是回卧室拿钱给老黄 顺手将窗户打开一条缝通风 朗朗读书声传来 是隔壁的袜头 虽然就住隔壁 但五玉梅起早贪黑 没和易暖暖打过照面 不知道隔壁丫头 就是昨天的顾客 一转头 黄皮虎居然进了卧室 顺手还把门关了 五玉梅心脏剧烈跳动起来 兴奋又期待 老黄终于按捺不住了 可是老黄走到窗口 倾听着读书声 隔壁丫头在背英语单词 发音不太标准 老黄煞有介事道 被老师教坏了 五玉梅有些失望 酸溜溜道 你还懂英语呀 黄皮虎说 小时候跟词带学过 五玉梅说 那你教我 两人尬聊了一会 黄皮虎就出去了 什么都没发生 气得五玉梅恶狠狠将枕头打了一顿 义冷岂能不明白五玉梅的心思 他不是不懂女人的木瓜 想当年他也是妥妥的海王渣男一枚 可是自从结婚之后就收心了 虽然失去四年自由 但打熬筋骨 锻炼出了刚一般的意志 再说了 他总觉得王七有在 况且女儿就在对门 任意放飞自己 对不起王七和女儿 现在义冷最担心的是两件事 一是女儿的英语 二是女儿的午餐 至于其他的 不管是世界和平 臭氧大气 还是金钱事业 人情往来 他统统不在乎 想到可怜的女儿 找而回忆起当年一家人的点点滴滴 义冷忽然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笑莫还在 而且就在赶来的路上 隔壁202世 像冰在床上揉着眼睛 看外甥女背英语 他是个学渣 听不出发音的问题 这一幕倒是让他回忆起 当年被姐姐的成绩碾压时的痛苦 忽然义暖暖停止背单词 表情怪怪的对像冰说 小姨 我觉得妈妈来了 像冰说 你别吓我 你梦见她了 义暖暖说 不是 可能是第六感吧 我总觉得她来了 离我很近 江伟市虽然经济不怎么发达 但是拥有一个兄弟是无比羡慕的小机场 虽然只有3C等级 起降波音737够了 机场位于船厂区 靠海 名字叫西流湾机场 此时的西流湾机场跑道上 一架法国打索公司 最新出品的猎鹰2000LX公物机 正迎着海面上的旭日降落 装潢精美奢华的座舱内 宽大的航空座椅上 一个20出头的女子 看向闲窗外低矮的市区建筑 她就是两日前在近江高铁站外 乘坐埃尔法保姆车 目睹一冷 在风雪中吞咽面包的女孩 不知道什么原因 鬼使神差的 她非要跟着爸爸来江伟洽谈一桩业务 爸爸的公司想采购4艘3E级集装箱货轮 和4艘好望角形干货船 这两种船吨位巨大 造价极其高昂 阿黎 你感觉怎么样 爸爸抓住女儿的手关切道 她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 从小身体就不好 去年若不是幸运地得到合适的心脏移植 恐怕已经天人永隔 我有些激动 爸爸 阿黎说 好像在期待什么 西流湾机场跑到尽头 将伪造船厂集团公司的 头面人物们云集于此 迎接Timersack公司的考察团 秦德昌一席藏青色泥子大衣 配灰色围巾站在最前面 后面跟着的是集团公司总经理 殷永琛 三总师 副总等大员 集团连年亏损 资不抵债 只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而已 底层职工不知道情况 如同温水里的青蛙不知危机即将降临 这些领导却都明白 集团能不能生存下去 就看这笔订单了 机场上风大 吹起总工程师兼副总经理高明的库管 他是班子中最年轻有为的 也是最有希望接任董事长的人选 他刻意和其他人站得稍稍分开一些 在他眼里 那些脑满肠肥的老家伙 就如土鸡娃狗一般 站在高明身后的是副总工马小伟 他更加年轻 学历更高 但和高明的岁数差距只有五岁 所以势必永无出头之日 一辈子只能当高总的左膀右臂 看着公务机缓缓降落 马小伟有种撞怀激烈的感觉 和人家超级富豪的私人飞机相比 船厂这些爆发户的汉马 路虎 凯燕之类啥也不是 真男人就该坐私人飞机 驰骋万里呀 飞机停稳 红地毯铺上 集团领导们上前迎接 舱门打开 空城将闲梯放下 第一个出来的是位儒雅富泰的中年人 这位就是提姆萨克控股的董事 同时又是新加坡欧式财团的掌门人 欧锦华 这位欧先生有着传奇般的经历 欧式原是上海滩豪门 解放后分为四支 分别去了港台新 最后一支 也就是小儿子留在大陆 前面三个支麦 在前几十年发展的都不错 留在大陆的这一支 后来居上 近十年来飞速增长 已经诟病了新加坡欧式 正在重组大型国际航运集团 就凭这笔订单 称欧锦华一声传王都不过分 跟在欧锦华身后的是个个头高挑的女孩 穿着色彩鲜艳的羽绒服 雪地靴 一点不像是商务人士 欢迎队伍中一些思想龌龊族的老家伙 就在暗中琢磨了 难不成这是欧锦华的三 秦德昌已经在和欧锦华及其随缘们握手了 那女孩置身室外 并没有参与排队握手 反而四处打量 似乎对这里很有兴趣 欢迎仪式结束 船场方面预备了一个车队 长保卫科的摩托车开导 后面是丰田考斯特和一长串黑色奥迪轿车 隆重大气堪比国家级接待水平 贵宾安排在船场不对外营业的内部招待所贵宾楼 单独的大花园 独栋海景别墅 配备单独的厨子和保安 为了招待周到 船场方面可谓煞费苦心 欧锦华是个实干家 简单修整之后就提出参观船舶生产车间 秦德昌等人全员陪同 安前码后 两边的人加起来大几十号 还有宣传科的摄影机跟着 人多就乱 没人留意阿黎趁机溜出了贵宾楼 美港路上有一家五金铺子 加工防盗门窗为主 也接焊接之类的杂活 老板是厂里下岗的电焊工 在玉梅饭店吃过饭 一冷过去 递了一根烟 道明来意 对方给他找了几个脚铁 一卷铁皮 然后一冷拿起电焊枪 亲自干了起来 伙计可以阿 在哪学的 老板看他耍得有板有眼 好奇问了一句 我绩效毕业的 一冷说 却在回忆国际关系学院读书的时光 为了掩护身份 学员们总要学几样基础的技能傍身 他选修的是 厨师班和工程班 车前跑洗魔堂 擦不说精通吧 至少都会 电焊吸焊气哥 也都是上手就来 一冷要自己做一个 简易板热水器 他在隔壁杂货铺 买一个质量稍微好点的热得快 换上三项插头 再打造一个水桶 下面装一个花洒 总花费几十块钱 就能实现热水自由 电焊时火花四件 一冷举着防护面罩 看到旁边有一双细腿 穿着雪地靴 便道 让让 别伤着你雪地靴 往旁边让了让 却并不走开 一冷抬眼看去 心中没来由地移动 就像他第一次看到橡默那样 这个女孩不属于船厂区 她太阳气了 不在于穿着 而在于气质 这是见过世界的人才有的气质 女孩戴着大墨镜 笑得很甜 师傅 我就看看 不影响你吧 哦 欢迎参观 一冷继续工作 她眼角余光 看到雪地靴 兴奋的一阵跺脚 阿黎认出了这个男人 不就是在 近江高铁南站广场前的风雪中 吃面包的人吗 她真心地为他感到高兴 这个人找到了擅长的工作 生活有了笨头 你在做什么呀 阿黎问道 她喜欢和人打交道 尤其是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人 见得多了 接触得多了 才算真的走遍世界 我在做一个热水器 一冷说 这样花很少的钱 就能洗热水澡了 我能给你拍一张照片吗 阿黎拿出最新款的iPhone 5 别拍脸 一冷依然保持着一个特工的素养 任何时候都尽量不留下照片 咔咔咔一阵快门声 阿黎拍了一组照片 她觉得认真工作的男人 是最有魅力的 值得留下这一瞬间 拍完了 继续逛 阿黎是第一次到江韦来 但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一切的一切 让她觉得亲切 她在街上溜达着 拍照 和卖菜大妈聊天 忙得不亦乐乎 转眼就到了中午 肚子开始咕咕叫 自从做了心脏移植手术之后 阿黎的口味就变了 她从小在上海长大 后来去了美国留学 一直喜欢清淡的食物 现在却喜欢重辣的 甜的 好在身材管理的好 再吃也不会胖 午饭自然要选择当地的苍蝇馆子 阿黎最不喜欢那种中央厨房配送半成品菜的连锁店 看着干净整洁 食物完全没有灵魂 在她看来 最好的饭馆就是夫妻档小店 开了许多年 门停弱势的那种 这样才能吃出真正的本地滋味 美港路上有大大小小的饭店几十家 阿黎先走了一趟 走到玉梅饭店门口停住了 因为刚才搞电汉的男人在这里 师傅 你也来吃饭腰 阿黎问他 我是这家店的厨子 一冷说 那太好了 帮我推荐一下吧 阿黎走进店里 时候还早 店里没有其他客人 吴玉梅刚将菜市场送来的食材归位 就看见一个穿着红白相间羽绒服的漂亮女孩走进来 还和老黄搭讪 不由得心生不满 这老黄 代才是代才 可这老小子也招桃花呀 吃点什么 姊妹 吴玉梅将黄皮虎推进后厨 递上菜单招呼客人 强烈建议女孩尝尝大红袍腊炒芝麻鸡 我可能吃不了那么多 阿黎说 刚巧相冰带着一暖暖 又来照顾生意 吴玉梅便说 干脆你们拼个单 点一份大的 我给你们分成两份 这样比点两个小份更划算 两边都是女孩子 饭量不大 自然乐得如此 黄皮虎在后厨一阵忙活 亲自端着两大盆大红袍出来 小红跟在后面 拖着两盘油炸冰激凌 这是姊妹组合菜 辣菜得配着甜菜吃 易伦点着一支烟 乐呵呵说道 她就喜欢做菜给女儿吃 饭店里客人少 这回易暖暖听到了 她心里一动 爸爸也曾说过类似的话 当时还辩论了 一阵来着 阿黎品尝着大红袍 闭上眼睛 感受着丰富的层次 麻辣椒香甜脆爽 虽然辣得不行 越吃越上瘾 再吃油炸冰激凌 冷甜口味酱辣度 更加心满意足 旁边桌上 像兵在关心外甥女的学业 暖暖抱怨英语成绩上不去 说他们英语老师一心想掉走 没心思交课 阿黎主动搭讪 和这个初中小女生聊了起来 殿堂墙上有个架子 挂着一台液晶电视 正在播放场电视台的新闻 表彰救火英雄啥的 屏幕上出现的是 尹炳松的面孔 大言不惭地对着镜头说 这是我一个传厂老职工应尽的责任 向兵拍案而起 真不要脸 明明是这位大叔救的人 对了 大叔怎么称呼 一冷说 叫我老黄好了 阿黎好奇询问 这是怎么回事 向兵会声会色讲了一遍 小红也错过来添油加醋 说电视上这个人就是个大坏蛋 哇 简直就是蜘蛛侠 阿黎赞叹道 算了 救人又不是图表彰 老黄笑道 这一刻 阿黎觉得他毛子里有光 忽然门开了 几个穿制服的人进来 要求五玉梅出示营业执照 他们是区位建局的人 来例行检查 五玉梅当然配合 制服人员查看执照没什么问题 进了后厨看了一圈大师所望 于是又要求看所有人的餐饮健康症 这下麻烦了 黄皮虎没有健康症 卫健局人员当即拿出封条 将玉梅饭店的后厨灶台封了 罚款2000 还请吃饭的两桌客人离开 说这家店不卫生 要停业整顿 五玉梅没话可说 确实是自家不合规 怨不得别人 两桌客人还没吃完就得离开 五玉梅给他们打包带走 送出门 看着卫健局的人在大门上也贴了封条 阿黎看到老黄眼里瞬间没了光 心里没来由的一疼 五玉梅说 没事 马上就能把证补上 明天继续开业 他哪里知道 这是迎禀送安排的检查 今天是卫健局 明天是市场监督局 后天是城管 总能让他们干不下去 阿黎付了钱 拎着装着打包盒的袋子继续溜达 走到了子弟中学门口 今天是周日 只有高三年级在补课 校园里一片寂静 门卫大爷打开门说 是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吗 明天再来吧 今天校长休息 鬼使神差一般 阿黎说道 老爷爷 咱们学校还需要老师吗 门卫大爷说缺呀 一直有缺口 有本事的都调走了 没本事的留下 继续祸害下一代 阿黎说 不知道我有没有资格 门卫大爷说 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考了教师资格证没有 阿黎说 我是普林斯顿大学 比较文学系毕业 但是没考教师资格证 门卫大爷说 听名字是个外国大学吧 那你英语几级 阿黎汉言 我好像没有级别 门卫大爷说 那不行 你先自考一个国内的本科文凭 再考个英语六级 教师资格证 再来应聘试试 好吧 谢谢 阿黎很失望 离开了子弟中学 继续闲逛 这回溜达到了居民区 看到了传厂新村四个斑驳的大字 小区很大 楼房都是 建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六层旧楼 水泥花坛里 长着万年青 脏兮兮的积雪 堆在花坛两侧 路边停着一些国产品牌小轿车 更多的是电动车 每个车把上都装着花花绿绿的棉峰档 阿黎小时候住的是上海静安区的独栋洋房 少女时期就留学 从没接触过这样的工人村 但此时 她竟然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一种强烈的冲动 想留下来 想陪着某些人 在传厂新村坐了两酒后 阿黎终于回去了 从破败的传厂新村往东走 有一片四年前竣工的高档小区 看起来就赏心悦目多了 小区名叫夏威夷风情海岸 有高层 有连排 最好的位置是一批独栋别墅 小区外墙是铁栅栏的 能看到里面车位上停的车辆 以合资车居多 中低端奔驰宝马 比比皆是 造船厂招待所建在海边 有50年历史 据说60年代时 接待过国家领导人 前年进行了返修扩建 增加了一栋主楼 是江伟市仅有的几个五星级酒店之一 其中 贵宾楼是不对外营业的 只用于内部接待 单独的一个院落 门岗都是 很有眼力家的老保卫 所以 即便阿黎没有通行证 门岗也放行了 因为人家一看 就不是本地人 回到海景别墅里 阿黎将打包盒里的大红袍 交给服务员 请他热一下 刚热好剩菜 欧景华就回来了 他考察了一圈 回来休息一下 换身衣服 晚上还有晚宴要参加 爸爸 你尝尝这个 阿黎夹了一筷子鸡肉 送进老爸嘴里 把欧景华辣得直冒汗 但嘴里还在夸赞 嗯 好 很有劲 哪里买的 阿黎说 在玉梅饭店 对了爸爸 我想在这支叫 什么 欧景华没听懂 我想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 本来不是说去非洲做社会实践吗 我觉得在这里也挺好的 阿黎说 欧景华根本不敢反驳 女儿从小就娇贵 脆弱得如同琉璃花瓶 脾气也很娇气敏感 自从移植了心脏之后 就像变了个人一般 胆子大了 口味变了 以前这种重油重辣的不健康食品 她是连看都不会看的 现在却就好这一口 不过女儿整个人也阳光积极起来 当父亲的很欣慰 也很支持 她不求女儿这辈子有什么大出息 只要活得开心就好 无论女儿做出任何选择 当爸爸的都会全力支持 本来计划 是阿黎去非洲肯尼亚做志愿者 在当地医疗机构服务半年 写一篇论文出来 就能去读哈佛了 计划赶不上变化 在江伟支教也行 不过江伟有希望小学吗 贵宾楼的服务员 在操作间里 给集团总工办打电话 嘀嘀咕咕说了一阵 在贵宾楼放眼线 是总工高明授意 副总工马小伟亲自安排的 这名服务员负责搜集 关于考察团的一切资料 事无巨细都要 吃什么菜喝什么饮料 有什么特殊嗜好 越详细越好 马小伟接了电话 立刻向高明汇报 欧董一家人 都很喜欢吃玉莓饭店 做的一道和鸡有关的菜 放了很多辣椒 红彤彤一片那种 高明当即指示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今天招待晚宴上 要见到这道菜 总工办是集团公司内部 最有权势的机构之一 一家企业的核心就是业务 总工办就是管造船的 其他部门 都是为了造船这件事 做后勤保证服务 如果说船厂是一个独立王国 那高明就是这个王国的一品丞相 马小伟自然就是丞相手下的大将了 说起来他也是船厂的传奇人物 当年是全市的高考状元 考上了清华大学 放弃了刘京的大好机会 依然回船厂工作 可是事与愿违 厂里根本不重视高材生 将他打发到研究院去坐冷板凳 同期进来的大专生都平上助攻了 他还是白定 接着逆袭反转就来了 马小伟明白上面没人 他甘愿做了封家的上门女婿 老婆封家是老书记的独生女 那时候封书记还在位子上 然后马小伟就坐上了火箭 蹭蹭地往上升 同时还给封家生了个孙子 叫封萧萧 如今马小伟不到40岁 就是集团的副总工 大家预测下一届班子 他会跟着高明水长传高 高明做一把手 他接替总工位置 兼任副总经理 那才真叫混出头了 厂里有些混得一塌糊涂的男的 总喜欢拿马小伟说事 说老子宁愿当一辈子工人 也不做熬序 儿子跟老婆姓 丢人 但也有很多青年才俊 将马小伟视作偶像 整天研究厂领导 还有没有长得丑嫁不出去的闺女 所以 马小伟身边聚拢了一批人 甘心被他驱使 三较九流都有 马小伟也不白用人家 总会投桃报李 给予相应的照顾 高总下了指示 马小伟立刻行动 他下楼上了自己的黑色帕萨特 厂里人买车有讲究 高层开奥迪 中层开大众 不能僭越 相同点在于 都会在封挡下放两面红色的小旗帜 显示国企干部身份 马小伟打了个电话 打给美港路上的街溜子柔明锐 小柔和马小伟沾亲带故 年轻气盛 有事真上 地面上也熟悉 社会上的问题 马小伟都会找他搞定 小柔 有个事你帮我办一下 要快 马小伟打电话 从不拖泥带水 直奔主题 有个玉梅饭店 你把他们家大厨找来 晚上招待所这边要用 记住别搞错 是能做辣子鸡的大厨 红艳艳一大盘子那种 马总 这不巧了吗 我认识那大哥 小柔说 我马上办 五点之前 把人送到招待所 行 你安排吧 马小伟挂了电话 发动汽车开向招待所 他要趁机去和欧锦华拉近关系 增加印象 这边小柔开车来到玉梅饭店 下车大喊道 黄哥 黄哥 没人回应 只有门上的封条 特别醒目 小红走了过来 隔着玻璃门说 中午被卫健局查了 今天星期天 半健康症也来不及 估计重新开业的后天 或者大后天了 小柔乐了 那正好谢一天 老黄呢 我有回介绍给他 有领导听说他厨艺不错 特地点名要吃 小红说 老黄和老板回去装热水器了 小柔问清楚 地址赶过去 上楼敲门 道明来意 黄皮虎直摇头 不干 干不了 哥哥 大好的机会 马总可不是一般人 能得到他的赏识 你在这一块 就算是混到位了 小柔苦苦相劝 五玉梅倒是个聪明人 帮腔道 真不能去 老黄没有健康症 那要是做了菜 吃出个好歹来 我们承受不起 黄皮虎也说 我一没有厨师症 二没有健康症 去了算干啥的 这已经开了两千的罚单 再出事 恐怕不是两千的问题了 是我得进去的问题了 五玉梅说 是啊 老黄已经被抓去 关过一夜了 我们可犯不上 柔明锐说 我的好哥哥 我的好大姐 有什么事 弟弟给你们摆平不就完了 先去应个景 弟弟成情 五玉梅说 柔弟 你不一定能摆平 今天这个事很蹊跷 未见局的礼拜天 出来执法 不正常 这是冲我们来的 不把背后 这个黑手找出来 你不能怪我们不仗义 柔明锐没办法 只好给朋友打电话 小地方社会关系错综复杂 中间转一两道 基本上就能找到任何人 他通过一个朋友 问到了未见局这次执法的缘由 原来是群众举报 说是群众举报 其实都是熟人 有人看玉梅饭店不顺眼 故意整他们 这个名字也不难找出来 就是尹炳松 柔明锐认识尹炳松 玩得比自己大 属于真正的顶流社会大哥 惹不起的他 只能打电话给马小伟 说了情况 马小伟一阵烦躁 他当然知道 尹炳松是什么货色 这家伙是高明的黑手套 按理说 两人应该属同一阵线 但恰恰相反 两人水火不容 矛盾颇深 马小伟暗自思量 这么小的事 肯定不能上交给高明 也不需要直接和尹炳松交涉 帮玉梅饭店把事搞定 见招拆招就行 论白道上的资源 尹炳松不如自己 小柔 你这样做 把卫健局的罚单拿来我来搞定 到招待所来做一道菜 不属于打工性质 纯属朋友之间私人聚会展示厨艺 车马费是一千 另外 帮他把健康证搞定 把卫健局那边也压住 不会再来找茬 你看这样 他愿意 吗 柔明锐打完电话 把这番话学了一遍 本来黄皮虎就是坐地起价 对方开出满意的条件 自然答应 但是 我得自带锅 自带食材 大饭店的我用不惯 他这样说 那必须的 柔明锐开心了 先回店里 把上午采购的食材取了一部分 再把铁锅炒勺拿了 上了小柔的面包车 在五点之前抵达了招待所 马小伟并没有见厨子 这会儿 他正忙着在海景别墅里 陪欧锦华父女俩聊天 到底是传厂第一青年才俊 不管是气度还是样貌 都非常不俗 欧锦华对他很是欣赏 欧总的女儿也陪着聊了几句 马小伟暗暗感慨 大丈夫娶妻当如是啊 只恨自己结婚太早 普林斯顿毕业的英语流利的豪门小姐 与脑满肠肥庸俗不堪的风利相比 差距就像葱翠林间的优雅白露 与乡下猪圈里的黑毛猪 风利年轻时就130斤 现在180斤 一脸的横肉 整天出没于美容院和奢侈品店 还很多疑 经常到总工办来撒野 上回把新分配来的女大学生脸 都给抓花了 只因为人家晚上给马小伟发了短信 询问工作安排 马小伟几次忍受不住想离婚 可是岳父的徒子徒孙还在位 离婚会对自己仕途不利 好不容易爬到副总工位置 离开船厂 他可就啥也不是了 一切从头再来 他输不起 所以只能隐忍 收起思绪 马小伟起身 礼貌告辞 说过一个小时来接考察团用餐 地点在主楼宴会厅东海厅 出了别墅 马小伟直奔招待所后厨 在这里见到了已经换上厨师装扮的黄皮虎 他基本没正眼看人 不是因为瞧不起 而是实在太忙 事无巨细他都得负责 感谢 感谢 小柔 你替我招呼好师傅 马小伟和黄皮虎握了手 又找到行政总厨说了一通 招待所的大厨很不满意 从外面叫厨子过来做菜 这是对他们的不尊重 马小伟不能说 这是高总的安排 只能自己扛着 说了一通好话 才把行政总厨哄好 六点半 客人入席 马小伟作为副总工 只能做末位 事实上 他根本不做 一直忙着招呼 简直比行政部的人还忙 以至于行政部长开玩笑说 马总你这事 要抢我们饭碗啊 都是为了厂子 马小伟陪笑道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 凉菜上了一段时间 酒也喝了三杯 该上热菜了 马小伟亲自跑到后厨 冲着边点点头 黄皮虎操作起来 动作娴熟 保质保亮 绝对是街头苍蝇馆子的劲爆口味 大厨们很瞧不起这种野鹿子 五星级酒店的后厨 不是做不出这样的菜 而不是不屑于 他们的分工更细 要求更高 面对的受众群体更加广泛 过分强调 地方特色是大忌 今天做客的是 来自上海和东南亚的考察团 你上这么重辣的菜 不是捣乱吗 这是杂招牌的行为 要不是马小伟打包票客人一定喜欢 出了时自己负责 后厨绝对不会允许这么做 服务员将一道大红袍端了上去 为了效果 黄皮虎还自带了糖瓷脸盆装菜 保持原汁原味原细节 马小伟注意着贵宾的表情 欧锦华等人客随主便 没有任何异样 那么多菜可以选择 他们不会被一道看起来全是红辣椒的菜所吸引 甚至连筷子都不会动一下 但是欧董的女儿却明显地开心起来 甚至露出小虎牙笑了 这一瞬间 马小伟心惊荡漾 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阿黎尝了一口 然后用公块加了放到爸爸面前 非要让欧锦华尝尝 宠女狂魔欧锦华根本不能吃辣 但是女儿说好吃 就是狗屎她都得说香 当下品尝了之后 煞有介事地点头 嗯 真不错 欧董都说不错了 其他人必须得尝尝 考察团的东南亚客人们也都尝了一筷子 频频点头夸赞 但仅此一筷子 而已 打死都不吃第二口了 本地人也好奇起来 尝了一下 没觉得有多好 他们山珍海味都吃妈了 还差这一口吗 但是出于礼貌 也都挑起大拇指 说欧董是美食家 马小伟算是看明白了 只有欧小姐是真的爱吃 不过这就足以 圆满达成既定目标 她将目光投向高明 后者面无表情 微微合手 意思是干得不错 紧跟着服务员 又端上来 一盘油炸冰激凌 还说 这是厨师特别奉送的菜品 只给桌上最美丽的小姐 盘子自然摆在欧小姐面前 阿黎惊喜了 表情溢于眼表 她终于看出来 这是招待方的精心安排 把玉梅饭店的厨子请来了 高明再次看向马小伟 目光中含笑 领导交半道一 下属发挥主观能动性干道二 这是好样的 马小伟却迷糊了 自己没安排啊 这台词是谁教的 菜是谁让做的 难不成是那个厨子 酒席上开始捉对厮杀 和平日里喝茅台不同的事 今天喝的是红酒 很克制 马小伟不能错过这种交流感情的机会 一来二去就把厨子的事 忘了等把考察团送回驻地 已经很晚了 马小伟想起来这回事 给柔明锐打电话 已经妥了 我把罚单拿来了 又给了他一千块 送回家了 小柔说 很好 你辛苦了 得空约一场酒 马小伟说 柔明锐给的一千块 黄皮虎只收了二百作为材料费 反了八百 小柔场面人 岂能要这个钱 争执一番 还是收了 说这个钱 都会消费在店里 经常来做做 陪哥哥喝个酒 黄皮虎俨然大哥气质 笼络人心很有一套 社会上的磕也会烙 他才不会傻乎乎 被人呼来喝去地只干活 再后厨就把船厂 接待贵宾的底子 套了出来 更是穿着厨师工作服 走到东海厅门口 窥视了一眼 正巧看到了阿里 心里更明白 咋回事了 说白了 这是被厂里 大人物召来 做个菜而已 就是个客串厨子 但黄皮虎 岂能放过这个机会 他不但不能被人利用了 还得利用别人 回去之后 他就把店门上 和灶台上的封条 给扯了 开业经营 同时不经意地放话出去 制造神秘气氛和逼格 酒香也怕巷子深 这年头流行网络炒作 但不能缺了根本 底子不硬 炒热了也会凉 事实上不止 玉莓饭店 自己在宣传炒作 还有其他力量 参与进来 相冰 在微博上的帖子 有了上十万的阅读量 倒不是文案多棒 而是他的拍照水平高 能把烟熏火燎的苍蝇管子气质 和油汪汪辣呼呼的大菜 通过镜头表达的淋漓尽致 加上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正火爆 他的帖子也就火了 但是微博是面对全国用户的 外地人不可能千里迢迢来品尝大红袍 所以只是赚了个名头 真正起作用的是 船厂内部人员的口耳相传 马小伟请外面的厨子 做菜招待考察团 把大老板吃得一嘴油 还挑起大拇指说OK 还要打包带回新加坡 给家人品尝 中华美食全球第一 将为美食是各中巧处 而船厂区的美食 更是折服了外宾 朴实的群众 最喜欢听这样的故事 而且这不是空学来风 是多方佐证过的事实 又有传闻说 玉梅饭店的大厨是个武林高手 具有网吧那些人 其实是他救的 这也是有现场照片佐证的事实 还有消息称 玉梅饭店改了菜谱 一道大红袍定价99块9 打野走的小公鸡绿色食品 每天限量就食之 来晚了就没有 人总是贱的 敞开供应的没人稀罕 一说限量就趋之若鹜 玉梅饭店在接下来的时间 生意好到爆棚 这是后话不提 转天时周一 上午黄皮虎根本没去办健康证 他连个身份证都没有 健康证自然办不到 他做了一份午饭 用保温盒装着 送到子弟中学 和门卫大爷聊了一阵 把昨天的经历 说了一通门卫大爷目光如炬 忽然问道 你认识老相吗 厂里人都互相认识 这里是没有秘密的 一冷坦白 和相公的大女儿认识很多年 就想照顾一下孩子 你一定是有难言之隐 门卫大爷说 放心 我替你保密 一冷表达了谢意 留下保温盒 又给大爷上了支烟 这才离去 他刚走 阿黎就来了 门卫大爷看到他说 你真来应聘了呀 我早上问过校长了 校长说 你这个外国大学的学历 咱们国家是认可的 阿黎惊喜道 真的 太好了 门卫大爷拿起电话 打到校长室说了一声 就让阿黎进去了 阿黎并不是来应聘 只是路过 没想到意外之喜降临 他找到校长自我介绍 校长是个严肃的中年知识分子 问阿黎有没有学历 我学历证书没带 阿黎怂怂间 我只随身带了护照 他拿出一本红色封皮的新加坡护照来递过去 校长看了看 说道 你用英语自我介绍一下吧 阿黎的英语是没有新加坡口音的 很标准的美国口音 校长虽然不是英语专业出身 起码的鉴别能力是有的 听了心中暗喜 英语水平不赖 但外籍身份比水平更重要 这样学校就能对外宣称有外教了 校长说 不错 不过咱们学校没有编制额度了 你只能做代课教师 教孩子们英语 你看怎么样 代课教师就是以前的民办教师吗 阿黎惊喜道 太棒了 这是我的荣耀 校长苦笑 学校几个年轻教师 一直等不到编制只好辞职 只因为代课教师待遇低 没前途 而这个锦衣玉石的新加坡女孩 却未得到代课教师的岗位如此兴奋 这并不说明她品德有多么高尚 只说明她家境优渥 衣食无忧 代课教师对她来说就是体验生活而已 但对其他年轻教师来说 这是真正的生活 阿黎就问什么时候能开始工作 校长说 现在就可以 你先了解一下我们学校和师生们 看看从哪里入手 等有空我们再签一个合同 不过丑话说 在前面 代课教师的工资不算丰厚 每个月一千八 那太棒了 阿黎说 校长无言以对 这就是传说中的傻白甜吧 一千八还太棒了 租房吃饭都不够 她不明白的是 阿黎想的是 一千八可以买很多文具送给学生们 当然太棒了 学校严重缺乏英语老师 因为根本留不住人才 年轻的英语专业毕业生 都去大城市发展了 学院也不给编制 谁愿意留下当老师啊 师资力量集中在毕业班 再加上阿黎不是师范专业 不一定会教课 所以 校长把她安排在初二年级组 暂代一个班的英语作为试点 其实校长小看阿黎了 她虽然拿的是新加坡护照 却是在国内 接受的义务教育 懂行得很 上午最后一节课 初二五班 他们的英语老师走了 现在是另一位老师赞代 课程太多 苦不堪言 嗓子都哑了 上课零响起 班主任 校长 以及一个看起来时尚 开朗美丽的女孩走了进来 学生们面面相去 这阵仗 几个意思啊 只有一暖暖认出 这是昨天中午一起吃饭的人 心中隐隐有些期待 但是她也没有人可以分享秘密 只能憋在心中 校长先发话 说这位欧老师是咱们学校特地聘请的外教 特地强调是外籍人士 而且是普林斯顿大学的高材生 现在大家热烈欢迎一下 同学们热烈鼓掌 欧老师先来了一段自我介绍 用的自然是流利的美式英语 和其他老师的中式英语 有着显著的区别 同学们都在用力倾听 还是听了个胡伦 班主任也发话了 说同学们注意了 欧老师的教育方式和其他老师可能有所不同 但是机会难得 一定要珍惜 讲完话 班主任和校长就走了 留下欧老师一个人 欧老师说 大家别拘束 我叫欧黎 大家可以叫我欧老师 但我更喜欢别人叫我阿里 现在我想请一位同学 用英语做个自我介绍 一句话就行 说什么都行 被点到的同学站起来 磕磕巴巴道 马乃木意思李小明 阿里听完 笑着说 我是复旦复中的学生 虽然咱们的教材不同 但大体上是差不多的 我还记得第一次出国 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 他很会讲故事 将英语知识 嵌在各种生动的故事里 让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 即便是最讨厌英语的同学 也竖起了耳朵 讲完两个小段子 阿里问道 我想请问大家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英语这门课程 请英语课代表发言 英语课代表是尹未然 脚脖子骨折 还在医院躺着 自然不能发言 于是 阿里让班长来说 风潇潇站了起来 脑子快速运转着 他的外形和智商都随父亲 封神俊朗思维敏捷 是学霸一枚 当下的局势和以往不同 如果是校长 班主任 或者英语老师问这话 那么答案应该是这样的 对校长说为中华崛起而学英语 对班主任说为中考成绩而学英语 对英语老师说 英语是世界最通行的语言 掌握外语是基本技能 所以要学英语 但是发问的是外教 是一个看起来很不一样的年轻老师 那么答案就不是标准的了 风潇潇决定把话说满 让同学们无话可说 首先 掌握一门外语 是很实用的技术 对外交流中可以派上用场 其次 英语是主课 是中考高考占分比很大的课程 到了大学还要考级 留学也要考托福之类 最后 学英语可以锻炼思维 用另一种语言文化来思维问题 看世界的角度就不一样了 这番话是他爸爸马小伟 用来教育儿子的话 绝对的高屋建林 足以震慑子弟中学 说完风潇潇矜持地看了一眼同学们 坐下了 阿黎挑起大拇指 班长说得非常全面 大家鼓掌 一阵掌声后 阿黎问还有没有别的想法 没人举手 阿黎说 刚才班长已经把重要的几条说了 我补充一点 我们学习外语 这里不单单指英语 也包括其他国家的语言 除了实用功能 还能感受美 感受另一种文明 领略世界的宏大 人类的多样性 有些词汇 是外语中存在的单词 但汉语中需要用一句话来描绘的 比如 瑞典语中有个词 Mangata 意思是 水面上月亮流下的道路一般的倒影 是不是一种清冷优美的氛围 西班牙语中有个词Sobramese 意思是餐后与同伴聊天的时光 西班牙人很喜欢聊天 吃饱喝足之后 一边聊天一边喝酒 聊累了就弄点食物接着吃 吃完了再聊 不断地往复 回家问问你们的爸爸 是不是在酒桌上也有这个阶段 同学们哈哈大笑起来 船厂区的男人们都爱喝大酒 喝完了吹大牛 天南地北的神坎 从国家大事到鸡毛蒜皮 可不就是这段时光的精确描述 阿黎拿起粉笔 在黑板上写下目露日 说道 这是日语 发音为Camorbi 意思是书影下的阳光 是不是很美 很宁静 很诗意 同学们不由自主地点着头 所以有机会 有能力的话 我们要多学外语 感受世界 现在回到英语 阿黎终于绕回来 唤起了大家学习外语的积极性和兴趣 窗外 校长满意地点点头 这个外教果然是有些水平 懂得教育的本质 首先 你得让学生愿意听你讲才行 否则说的再好也是耳旁风 十四五岁的孩子 正是叛逆期 获取他们的信任和好感不容易 但欧里老师做到了 初二五班的学生们 都感觉本来难熬的英语课过得特别快 一眨眼就结束了 他们也迅速喜欢上新老师 原来的英语老师是个48岁的更年期中年妇女 最喜欢刁难学生 动不动把人叫到黑板前站着丢人 所以 同学们对英语极其恐惧 可阿黎老师那么温柔 那么善良 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 连大声呵斥都不会 更不可能羞辱学生 他的课没人不喜欢中午 到了用餐时间 传场子弟 大都是双职工家庭 中午家长在厂礼食堂吃饭 学生在学校吃饭午休 但是食堂在重建中 就只能带饭吃 阿黎作为教师不受限制 可以出去就餐 但他执意和同学们一起 同学们也热烈欢迎阿黎和他们一起吃饭 风潇潇说不如我们来个大聚餐 把桌子拼起来 把菜放到一起 给阿黎老师设一个接风宴 大家热烈响应 都觉得这样做既有意思 也有意义 一暖暖尴尬到不行 他最怕的就是这种时刻 今天的午饭是外婆帮他预备的 吕制饭盒和他妈妈的年龄一样大 里面除了米饭 还有几根煮过了头的豆角 趴着 倒也不能怪外婆 因为家里平时就这么吃饭的 难得吃一回肉菜 就算吃 也是寒酸的肉丝肉片 同学们闹哄哄将桌子拼起来 按照组别合成四张大桌子 把各自的饭盒放桌上 饮料也都共享 各种奶制品 碳酸饮料 茶饮料 简直像个微型的糖酒博览会 一暖暖将自己 缩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饭盒盖着盖子 遮遮掩掩摆在面前 很幸运的是 尹未然不在 一剪煤 没有灵魂人物 剪施雨和眉心 仿佛失去日本鬼子撑腰的伪君 不再兴风作浪 大家正惊微作 表情激动严肃 封潇潇站起来 拿起手中的玻璃瓶装 巴里水 准备代表全班进行致辞 就像他爸爸马小伟 在酒桌上那样 他从小耳濡目染 学到了精髓 封潇潇还没开口 门卫大爷来了 学摸了一圈 将一个布袋子 放到了易暖暖面前 话也不说就走了 所有目光 都集中到了角落里的易暖暖身上 他不打开都不行 于是易暖暖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 硬着头皮打开 袋子厚实 保温效果很好 内装一套组合式饭盒 足有三层 陆续打开 第一层是垫着生菜叶子的 迷迭香脆皮牛肋 葱油残豆 三根鲜嫩碧绿的芦笋 第二层是泰国香米饭上撒 黑芝麻 第三层是切好的橙子拌和圣女果 还裹着保鲜膜防止水分流失 此外 还有一个小巧的保温桶 里面装着鸡汤 再有一盒鲜奶 不得不说 有点奢迷了 说奢迷不是因为菜肴有多么昂贵珍惜 而在于花费的精力 每一样都就那么几口 正适合初二女生的饭量 肉蛋奶水果营养均衡 摆盘漂亮 可见做这些的人一定是充满着对孩子浓浓的爱 阿黎赞叹起来 好用心的便当 你妈妈一定是个美丽又温柔的人 这一句无心的话 恰好戳在易暖暖的肺管子上 假如妈妈活着的话 真的会做这样的午餐给自己 可是妈妈在天堂 又怎么会是她呢 易暖暖绷不住了 当场泪流满面 气不成声 阿黎吓坏了 不知道哪里说错了 求助的目光头向班长 风潇潇小声说 老师 易暖暖同学的妈妈不在了 听说爸爸也不在了 一刹那间 阿黎有种撕心裂肺 肝肠寸断的悲伤 他将暖暖拥入怀中 不需要多说什么 就这样抱着安慰他 只是眼泪不断滑落 易暖暖已经很久没被人这样抱过了 这下哭得更凶了 一股奇妙的暖流升起 仿佛真的是妈妈抱着自己 得到抚慰的暖暖 很快就从大哭变成抽气 进而停止 向大家 道歉 阿黎擦擦眼泪 没关系 我们开动吧 暖暖将营养颜值 吊打全场的饭盒 摆在桌上显著的位置 有种前所未有的安全和尊严感 这一刻 仿佛爸爸妈妈就在身边 这一场大哭搅了局 搞得风潇潇的住酒词都没法说了 但拉近了同学之间的距离 这些被父母言传身叫成了幼瘦的少男少女们 忽然发现 其实人与人之间除了竞争和欺压 还有悲悯与关怀 阿黎老师与初二五班的46名同学共进午餐 每个同学带的饭他都尝了一口 简直撑到爆 总结下来还是门卫大爷拿给一暖暖的饭最好吃 但他当然不会这样说 老师一定是一视同仁的 每位同学的午餐都是爸妈的爱心 都是美味佳肴 欺暖暖悄悄将自己的铝制饭盒藏了起来 这个举动被阿黎看在眼里 吃完饭 大家排队去刷饭盒 欺暖暖看到自己饭盒第三层下面贴着一张小小的淡黄色便利贴纸 上面写着一行字 请把饭盒放到门卫室 午餐结束后是午休时间 少年人精力旺盛 不需要午睡 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打闹 阿黎却一直陪在欺暖暖身边 问他家的事情 欺暖暖带着助听器 听力不佳 这个细节 阿黎早就看到了 所以才对这个女孩被家关心 其他老师从没过问过欺暖暖的家庭情况 他唯唯道来 说爸爸是跨国企业的业务员 经常出差 四年前在非洲遭遇事故 尸骨都没留下 妈妈是江东理工大学的副教授 半年前车祸没的 现在自己跟着外公外婆生活 欺暖暖拿出一张照片给阿黎看 照片上一家三口温馨幸福 爸爸应挺帅气 妈妈美丽之幸 四年前的欺暖暖 简直像个骄傲的小公主 现在却成了最自卑的丑小鸭 每爹每娘的孩子就是一根草啊 阿黎叹了口气 心里瑟瑟的 欺暖暖拿出那张纸条 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但我真的不知道是谁给我送的 阿黎说 这不简单吗 回头找门卫大爷问一声就行 这时风潇潇带着一群同学过来了 要和阿黎老师聊聊将来出国留学 需要提前预备的事项 阿黎自然之无不言 但他就坐在原地 还时不时将话题引到欺暖暖这里 让他也加入讨论 和同学们增强互动交流 因为阿黎意识到 易暖暖因为自卑而不合群 这样下去会毁了孩子 他必须帮暖暖建立起自信心 下午没有英语课 阿黎帮暖暖将洗干净的饭盒 还到门卫室 询问大爷到底是谁在给暖暖送饭 门卫大爷很会装糊涂 一问三不知 装聋作哑的 阿黎也不追问 潜意识告诉他 这一定是个温暖的秘密 不需要立刻揭开 手机震动起来 是老爸打来电话 询问女儿进行的如何 欧锦华和考察团 已经结束对造船厂的考察 准备返回了 阿黎说 我准备在这里待上几个月再说 已经搞定学校了 欧锦华说 本来爸爸还想帮你找找关系呢 现在看来不用了 不过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 我不放心 这样吧 等你回来再说 贵宾楼内 秦德昌一永琛 高明马小伟等人 聚集在贵宾楼大堂 等着送行呢 忽然欧董的助理来了 说有个突发情况 出发时间推迟几个小时 反正是私人飞机 想怎么推迟都行 但是领导班子都到齐了 难道在这里干等 高明说 请问 是不是欧董身体有什么不适 助理自然不会透露任何信息 只说欧董私人原因 非常抱歉 也许要晚上才能起飞 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高明向马小伟使了个眼色 后者不动声色地眨眨眼 放学时间 数百名中学生涌出校园 这个周末就是元旦 照例是要搞一场元旦联欢会的 不少班级已经在筹划了 初二五班的同学们 三五成群 或自行车或电动车 也有少数人不行 一暖暖就是其中之一 他从来独来独往 不过这次有人陪他回家 正是阿里老师 人多嘈杂的地方 一暖暖听不清楚声音 聪明的他 自己琢磨出了读唇语的技能 基本上能猜出对方在说什么 和阿里老师有一句没一句聊着 在人潮中渐渐走出来 走进船厂新村 阿里要在这里当老师 首先得找个落脚的地方 贵宾楼他不是住不起 就算买下来都是小意思 但他不想这样 更乐意和普通人一样 住这样有烟火气的小区 一暖暖还是个孩子 思维相对简单 跟着外公外婆学会了过苦日子 任何事情首先想到的是省钱节约 他对阿里说 要不住在我家吧 不收你房租 好呀好呀 阿里立刻同意了 话刚出口 阿里就捂住了自己的嘴 从小他就有单独的房间 上学的时候要求住集体宿舍 他极其的不习惯 最终是在学校外面买了栋别墅单住的 怎么到了江尾 就愿意和当地女生住一间屋了呢 那太好了 一暖暖笑了 他已经很久很久没笑过了 其实他自己也不清楚发出邀约的动机 这是本能在起作用 他被歧视 被孤立 迫切地需要慰藉 需要支持 需要保护 小姨给不了 外公外婆给不了 本能告诉他 阿里能给路边有个休闲摊子 老板是个瘸腿老汉 身后是四处漏风的棚子 一暖暖去取修好的鞋子 顺便从书包里拿出墨吃的盒饭 将米饭和菜 倒给了老板 这丫头真心好 和他妈妈一样 瘸腿老汉对阿里说 不知不觉 来到17号楼下 阿里没有贸然去打扰人家 和一暖暖说声再见就离开了 回头经过学校的时候 发现饭盒还放在门卫视窗台上 没人来取 他回到贵宾楼海景别墅 欧锦华询问了女儿今天发生的故事 阿里详细讲述着 讲得眉飞色舞 动情处眼圈都红了 欧锦华知道这事已成定局 他并不反对 只是担心 女儿一个人在这儿会遇到各种危险和困难 毕竟女儿仅一御时长大 从未远离父母单独生活过 我都23岁了 阿里娇称道 好吧 爸爸给你留一个助理 一个保镖 一辆车 欧锦华说 不要 阿里拒绝得非常干脆 那样 我会很不自在的 欧锦华没有坚持 这种事悄悄做就行了 不一定非得说出来 他假装退绕 又提出一个建议 那爸爸给你留一点钱 阿里说 也不要 我有工资 不够的话 我自己也有积蓄 也能出去打工 欧锦华说 也好 那我让助理长包一个酒店套房给你住 阿里依然摇头 我要自己租房子住 爸爸您就别管了 如果遇到困难 我会第一时间找您求援的 欧锦华说 最后一个要求 晚上陪爸爸吃饭 这回阿里答应了 服务员拿着拖板 试图接近父女俩谈话的客厅 被助理拦在外面 一暖暖回到家里 小姨已经回晋江了 房间里又只有姑姑单单一个人 晚上外婆炒了个土豆丝 煮了一锅海米冬瓜汤 就是一顿饭 吃完了之后 外婆去跳广场舞 外公坐在客厅看电视 暖暖回到房间 打开台灯 摊开日记本 日记本里是三个人的合影 她凝视着爸爸妈妈一会儿 在新的一页上写下这段话 今天很开心 妈妈走后 我 第一次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 等外婆跳完广场舞回来 看她心情似乎不错 一暖暖提出自己的想法 说学校里新来一个老师 人非常好 自己想把房子租给她住 你这孩子怎么自作主张 外婆则怪道 咱们家房子这么破 这么小 就两间卧室 住哪 难道和你住上下铺 就算人家愿意 一小姨回来怎么住 暖暖无言以对 捏着衣脚不作声了 是自己太幼稚了 想问题不完善 外公放下报纸说 你外婆说得对 老师的生活问题 自有学校领导负责 咱们小老百姓 不跟着瞎掺和 暖暖点着头 咬着嘴唇 她从小并不是跟着外公外婆长大的 也没有爷爷奶奶 人家都说隔代亲 再向家是不存在的 外公外婆对她而言 就是需要保持礼貌和距离的 有着血缘关系的陌生人 外公从年轻时 就有着剧内的美名 外婆说什么 她都赞成 但她也有自己的想法 往往转一个弯子在表达 当然了 咱们家长也得对老师好点 我听说子弟中学没有编制 新进的代课教师待遇不高 都是父母的心头肉 咱们能帮就帮一把 我记得 咱家楼上302的房子是空着的 那不是老谁家的房子吗 回头我问问她 愿不愿意租出去 这下暖暖开心了 等外婆打开电视购物节目 外公悄悄将平时禁止玩的手机 递给了外孙女 伸出一根手指 意思是 只许玩一个小时 夏威夷风情海岸 连排别墅区 风潇潇在自家阳台 练习元旦联欢会上 要表演的诗朗诵 客厅里 她的妈妈风力 正在和闺蜜 包电话周八卦各种事情 她的爸爸马小伟 和平时一样没回家 副总工大人日理万机 经常夜里两点 之后回家 早上七点出门 尤其最近单位有重大事情 干脆就住在招待所了 说起来 风潇潇已经三天没见爸爸了 风潇潇和母亲说不上话 风力是很疼儿子 但是肚里没什么墨水 学历都是造假的 和清华毕业的丈夫 更加没什么共同语言 事实上 夫妻早就分床睡了 风潇潇人小鬼大 什么知道 现在她迫切地想和爸爸分享 关于学校来了新老师的事情 可惜今夜爸爸怕是不回来了 距离风潇潇家一见之地 是高层住宅 简师宇和梅心的家都在这边 这会儿 她俩正和尹卫然在QQ上聊天 向老大报告 今天班里的奇闻一事 尹卫然骨折请假 没能大出风头 很是傲丧 又听说一暖暖又猖狂了 不禁大怒 美港路上玉梅饭店 今天生意格外好 小地方消息传得快 连秦德昌都吃大红袍的段子 已经传遍全场 客人越是排队 黄皮虎越是卖味 今晚就供应十只鸡 多一只都没有 店家越是拽 客人就越是趋之若鹜 非得尝尝大红袍的味 一道大红袍定价九十九 就打一百算 客人不可能只点一道菜 加上其他菜和酒水 一桌怎么也得二三百 这样营业额就是三千网上 去掉房租和成本 还能净落一千多 五玉梅笑开了花 但是大红袍受庆之后 饭店也不能不开张啊 对此 黄皮虎又研究出一道菜来 鉴于来玉梅饭店的客人 已喝酒的居多 所以主打下酒菜 时间紧 自己现卤出不来味道 所以老黄从市场上 批发了大量的卤牛肉 卤大肠 卤猪耳朵 烧鸡 鸭头 香肠 配上生菜 香菜 蒜瓣 大葱 小香葱 白洋葱 黄瓜 辣椒 油炸花生米 豆腐皮 加两碗不同的蘸水 下酒正好这种菜加工简单 五玉梅和小红就能处理 赚钱比大红袍只多不少 黄皮虎不用在后厨炒菜 趁机带了一份下酒菜和一瓶白酒 去了子弟中学 他得拿回饭盒再次使用 也得感谢一下门卫大爷 给钱是最不好的方式 陪老爷子喝一钟是最佳的办法 冬日的校园寂寥无比 星空灿烂 门卫室里热气腾腾 大爷把火炉子烧得通红 摆上酒菜 点上一支烟 对饮聊天 别有意境 大爷根本不问一冷叫什么 来自何方 也不问他和易暖暖 一家人之间的恩怨情仇 只是指着空旷的校园说 这学校教学楼下面有冤魂 一冷一惊 难不成有什么案子曾经发生 大爷说 抗战时期 这里是刑场 死在这里的无辜百姓不可计数 有一次 鬼子抓了36个抗日制士 就在这里枪毙的 一冷说 那就是冤魂加上阴魂 大爷 咱们敬英魂一杯酒 两人将杯中酒洒在地上 算是祭奠了英灵 大爷说 小伙子 你身上有故事啊 一冷说 大爷会看相 大爷说 谁身上没点故事 只是长短不一 精彩不同 相同的是 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的主角 一冷在门卫大爷这里 喝到很晚才回去 简易电热水器装好之后 解决了太阳能温度不足 热水不够的问题 生活质量瞬间提高 洗个热水澡 喝点小酒 床上一躺 想着女儿就在对门 睡得特别踏实 只是午夜梦回 依稀之中见到相抹 仍是柔长寸短 这次见到女儿 给了一冷极大的心理慰藉 她缓过这股劲 终于有时间和心情 考虑自己的问题 一冷辗转转反侧 天快亮的时候 终于做出决定 她要归队 找回自己的身份 与女儿公开相认 接受纪律处分 争取转文职岗 不行就退役 带女儿离开疆尾 好好补偿这些年 亏欠暖暖的 但她也不会傻乎乎地 直奔有关部门自爆家门 四年过去了 谁知道老单位有什么变化 她的职业比较特殊 保密性极强 失踪四年 属于失控人员 有极大的便捷可能 一番思虑后 一冷想出一个稳妥的办法来 第二天上午 一冷开车去了一趟江伟市长途汽车站 在人群中观察了一会儿 锁定了一个爬手 当那爬手从一名旅客兜里摸出手机后 被一冷撞了一下 刚到手的手机就一手了 一冷在长途汽车站的公共厕所背面屁镜处 拨通了以前直属上司的手机号 是空号 她想了想 在打另一个熟悉的同事的号码 依然是空号 连续了打了五个号码 不是停机就是空号 或者再次放号 给了别人使用没办法 一冷只能拨打固定电话 这是单位办公室的号码 轻易不会变更 这次终于有人接了 是一名值班员 一冷爆出以前所在的行动单位 对方说 这个单位已经撤销很久了 心子超在吗 还有张卫 还有以前的迪主任 总有一个人在吧 一冷开始焦躁 对不起 我不认识你说的这两个名字 请爆出你的姓名和代号 对方不慌不忙地反问 这个固定电话是保密的 能打进来说明不是一般人 值班员如此寂静很正常 但一冷有种不祥的预感 她挂了电话 拔出SIM卡 将手机丢弃 离开了这里 她去附近找了个黑网吧 用了一些关键词进行搜索 终于找到想要的信息 她的老上级迪主任予于两年前因病去世 一冷是一名特工 身份是保密的 知道她真实身份的人很少 迪主任死了 单位撤销了 当案不知道陈锋在哪个保险柜里 最亲密的队友全都牺牲了 其他打过交道的人无法对自己进行有效的甄别 身份无法验证 那就不是能不能转文职和退役的问题了 搞不好会被判定为辩解者而处决 这样的话一冷就真的冷了 还不如老老实实在江维隐姓埋名 做个叫黄皮虎的油腻厨子 西流湾机场 集团领导为考察团送行 马小伟注意到登机队伍中没了欧董的千金 并未多想 也许欧大小杰昨天就离开了 也未可知 毕竟江维这座城市没有名人古迹 也没有特色美食 只有污染的海水和老旧的造船厂 此时阿黎正在忙活自己食宿的事情 校长特批她一天试驾 还安排另一个年轻的代课教师陪同 这也是个大学刚毕业的女孩 叫林思妍 师范学院英语系的 叽叽喳喳很欢快 林思妍是本地人 但家不在传厂区 现在住学校提供的临时宿舍 所以也得租房子住 她对阿黎说 这边最好的小区是夏威夷风情海岸 但是租价很贵 交了房租就没钱吃饭 而且距离学校有点远 还得买一辆电动车通勤 所以不划算 如果租船厂新村的老破小 就能节省很多钱 电动车也不用买了 安不当车 林思妍说 还能锻炼身体呢 阿黎表示赞同 其实她的选择很多 她完全可以常租酒店套房 甚至买一套家具电器齐全的电梯房 但那样就背离了初衷 在江伟之教 不就是想体验一下人间真实吗 林思妍搞不清楚阿黎的经济状况 见对方对夏威夷小区不接招 便拿出第二方案 要不咱俩在船厂新村 合租一套小房子吧 这样互相有个照应 还能减轻经济负担 好啊 阿黎欣然答应 于是 两人走到一家房产中介打探 恰好有个新房源刚出来 中介小哥拿了钥匙带他俩去看房子 17号楼的一个三楼两居室 两间屋都朝南 采光好 装修是十几年前的风格 木制墙裙 门套 拼花地板 原主人没怎么住过 家具也都有 只是缺乏生活用的电器和厨具 房租是800一个月 负三压一 阿黎刚想说好 被林思妍以眼神制止 对房子不予置评 说再看看吧 就这样又看了另外几套 不是楼层高 就是房型不好 于是又回到17号楼 林思妍压价到500 中介说最多让50 一番拉锯 最后以700成交 林思妍没那么多钱 阿黎付了三个月房租 和一个月押金2800元 签了合同 拿了钥匙 然后就是大采购了 两人来到船厂区最繁华的地段采购电器 这条路叫做船台大街 有几家商场 但是想吃麦当劳 还得去江伟市区才行 依旧是林思妍当家做主 他和促销员攀谈许久 说自己是子弟中学的老师 将来孩子上学能帮忙 促销员就介绍了几款团购货 和家电下乡有补贴的产品 煤气灶 冰箱洗衣机是刚需 电视机完全不需要 空调可以等到值天再说 一事不凡二主 在海尔专柜就把东西办齐了 促销员开了付款单 林思妍对阿黎说你先去交了 等发了工资我还你 阿黎看了看票据上的区区几千元 来到收款台前 拿出一张黑色运通百付掌卡 这是爸爸给他申请的付卡 是全球顶级富豪的标配之一 在国外酒店拿出来 是能收获一大堆惊讶羡慕目光的 但是在江伟市船厂区 船台大街百货大楼的收款台 这张百付掌黑卡被无情地甩了出来 换一张 收银员大姐还好心地提醒她 小姑娘你怎么把美容卡当银行卡了 这就是银行卡呀 阿黎说 收银员大姐见她不死心 真嗝的就刷了一下 POS没反应 刷不出来 阿黎不知道的是 银监局禁止国外发卡组织 在中国境内发行独行签账卡 必须和国内银行合作发卡 带上银联标才能用 运通卡本质上不是信用卡 而是签账卡 所以不能用 这下阿黎无助了 她平日自己是不购物的 钱包里除了这张黑卡之外 就没有其他卡了 当然 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她随时可以向父亲求援 最多半小时就可以搞定 收银员将黑卡丢了出来 下一位 阿黎一转身 看到了一张胡子拉叉的脸 正是黄皮虎 一冷从市区回来 路过百货大楼时 想起给自己添置一点生活用品 没想到 却在收款台前遇到了阿黎 这妖巧 两人同时说道 遇到麻烦了 一冷听到了刚才的对话 从阿黎手中 接过单据看了一眼 连同自己的单据一起递进去 说一起算吧 谢谢你黄师傅 回头我把钱给你 阿黎说 天智家当 这是要落户啊 黄师傅随口问道 是啊 我在子弟中学待客 在船厂新村租了房子 阿黎胸无诚服 有啥说啥 毫不隐瞒 一冷说那巧了 我也住在船厂新村 你还要买什么一并买了 咱们一车拉回去 阿黎说还要买锅碗瓢盆 各种厨刀 好看的餐具 桌布 电烤箱 微波炉 洗碗机 消毒柜 净水器 垃圾粉碎机 一冷一句话 就给他兑回去了 你想入乡随俗 就别整那么复杂 也别在百货大楼买 我带你去市场 一站式采购 放心 咱有车 听说有车 林思妍也愿意跟着去 他们来到停车场 就看到一辆破旧不堪的武林之光 拉开车门 后排没座位 车窗的劣质贴膜 充斥着气泡 车里一股蔬菜肉类混杂的味道 坐在这里会感觉自己不是人类 而是货物 没座位怎么做 林思妍发出灵魂质问 黄师傅拿出两个折叠马扎子抖开 怎么没有 大座板板正正 林思妍说 我忽然想起来 商场送货 家里得有个人等着接货 我先回去了 欧老师 你一个人去吧 于是 阿黎就上了 这辆破破烂烂 除了喇叭不想哪都想的武林之光 比起副驾驶的空位 他更喜欢坐在小马扎上的感觉 车里没空调 开的是暖风 依旧四处漏风 但是新奇的兴奋 远远盖过了不适感 他从小住在静安区的独栋洋房里 家里有保姆有司机 因为心脏不好 父母一直严加保护 从未见过这个世界的阴暗面 也没接触过底层民众的生活 所以林思妍厌恶的一切 对他来说 反而是新鲜的 未知的 是一种没有危险的冒险 一冷驾车来到大市场 这里批发食品机械和厨具 和商场里擦得亮闪闪的锅碗瓢盆不同 这里的盘子碗 都是用麻绳捆起来 看着脏兮兮的 价钱便宜到令人发指 一冷帮阿里选了一套碗碟 又买了炒锅和煮锅 菜刀案板炒菜铲子 基本上这些就足够了 他付了钱 把东西搬上车 在阿里的指引下送到船厂新村 这才发现阿里成了自己的邻居 阿里也很开心 这下好了 楼下两户是一暖暖和黄师傅 这都是熟人 邻里之间 守望相助 以后就能互相照 硬了 有了新家 阿里筹划着将自己上海家里的枕头和沙发运过来 再买一大堆软装 还有笔记本电脑和游戏机 也都让妈妈安排快递过来 他要打造一个崭新的舒服的家 一冷帮他把东西搬上来 接了个电话就走了 店里出事 这回来的是城管局的人 说饭店门头没经过审批 要把灯箱和牌匾拆掉 还要罚款 吴玉梅拿着擀面杖正和城管们对质 是小红打来的求救电话 当一冷赶到的时候 对质还在继续 一群穿蓝色制服的城管队员站在饭店门口 吴玉梅拎着擀面杖 一副当官万夫没开 看到一冷过来 吴玉梅仿佛见到了主心谷一般 气势更足 这股劲似乎要和城管大战300回合 但令人震惊的是 老黄竟然没帮吴玉梅撑腰 反而点头哈腰地给城管队长上烟 他没接触过这帮人 却能第一眼就辨认出谁是队长来 交流很顺畅 城管队长用手备将烟挡了回去 公事公办地说 你们违反了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相关条款 更换门头没有在城管局备案 户外设置灯箱广告也没有经过审批 按照管理条例 要将违规门头和灯箱拆除 并且要处以罚款 易冷笑了笑 队长 是有人把我们垫垫了吧 队长不接查 说你们拒不接受处理 我就要报警了 易冷说 我们接受处理 你开单子吧 见老黄如此之怂 五玉梅发飙了 但是黄皮虎上前按住他手中的擀面杖 看着他的眼睛 缓缓地摇摇头 男人不愿出头 五玉梅一口气也泄了 把擀面杖丢了 厚厚除去了 眼不见心不凡 大厨黄皮虎 非常配合城管们的执法 亲自排梯子 将玉梅饭店四个大字上的LED灯管扯了下来 这时他来到江尾 第一个风雪夜时见到的灯火 是温暖的象征 可是却要亲手扯下来 灯箱牌匾 被城管队员抬上一辆蓝色卡车 队长开了一张2000的罚单给黄皮虎 让他明天去农行交钱 晚了会有质纳金 不交会有加倍罚款 谢谢队长 黄皮虎自始至终保持着礼貌 仿佛这些人不是来拆家的 而是来送温暖的 城管们撤离了 黄皮虎回到店里 没事人一样还哼着小曲 吴玉梅更加气愤了 老黄 你是不是男人 黄皮虎将手放在裤腰带上 你想验证咋的 吴玉梅气笑了 人家都欺负到头上了 你连个屁都不敢放 我是怀疑你没卵子 黄皮虎说 来的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吴玉梅说 是城管啊 我又不下 黄皮虎说 城管是有行政执法权的国家机关 人家有这个权利 他们是官 咱们是民 执法有依据 没动手打人 咱们就没办法反制 卫健局先来 城管局再来 这分明是有人被后搞咱们 这才是问题所在 咱们抗法 正中别人下怀 拉走门头灯箱 又不影响咱们营业挣钱 赶明把手续补办了 这事不就结了 吴玉梅觉得有道理 但是嘴上不服气 哼 审批肯定下不来 要卡就是全方位的 黄皮虎说 大家都在游戏规则里办事 有法可依 咱们违规了认法 他们如果不给审核批复 那就按照游戏规则来呗 市长热线 电台求助 都走不通 就去堵他们局长的门 在古代民告官是要付出血仇的 也就是生命的代价 现在民告官靠的是法律 还得豁得出去就行 吴玉梅说 算你有理 我下午就去交罚款 就去办审批 黄皮虎说 这就对了吗 但是别急 我去电子市场配点东西 你带着去 效果更好 吴玉梅说 就你鬼点子多 现在没有门头了咋办 客人来了都找不到地方 黄皮虎说 车上有个新买的拖把 你去帮我拿下来 小红你去对面杂货铺 买一桶红油漆 让老板给调好对好 小红颠颠地去了 黄皮虎爬上梯子 用扫帚将门头墙壁上的扶灰扫掉 忽然阿黎走了过来 看他满面愁容 就知道有事发生 一冷从梯子上下来 阿黎才说到黄老板 我想找个兼职工作 嗯 一冷说 首先我不是老板 那位才是 然后我记得令尊是位大老板 怎么一夜之间 沦落到这个地步了 阿黎说 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 刚才打电话回家 让妈妈寄东西时 妈妈说 欧氏出了问题 你爸爸要回新加坡接受调查 咱们家的财产也被冻结了 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妈妈也要飞回去奔走营救 暂时没法照顾你了 阿黎当即表示 要回去和家人一起面对飞来横祸 但妈妈说 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待着 就是对爸妈最大的帮助 妈妈会把你的东西寄过去 你在那边坚持三个月到半年 估计就没事了 阿黎不知道的是 这是爸爸妈妈联手设的局 他们俩都觉得 女儿从小被保护得太好 生活无忧无虑 仿佛是在无君环境中长大的 这样的孩子 就算学历再高 也很难面对艰难困苦 父母老去之时 再成长就晚了 他们问过医生 几次体检的指标都很不错 这颗移植的心脏非常强劲 所以他们悄悄修改了遗嘱 本来要捐赠的股份 都留给了女儿 欧氏也终有一天 要交给阿黎 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孩 是无法胜任这个工作的 女强人的磨练养成 就从这一刻开始 淡忘女成龙的父母 也低估了阿黎的聪颖智慧 她是白甜 但一点都不傻 这事来得毫无预兆 太过突然 在联系以前的种种迹象 极有可能是一个善意的游戏 自己不妨配合一下 也不枉爸妈的一番苦心 阿黎多才多艺 会多门外语和乐器 摄影绘画也是专业水准 就凭她的学历和艺术造诣 做一个收费昂贵的家教稳稳的 但她毕竟是欧锦华的女儿 岂能走这个路线 这些背后的事情 一冷不清楚 吴玉梅更不知道 她只是觉得 不论是谁摊上事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店里倒是需要人手 可大妹子你 做个服务员 未免屈才了 吴玉梅说 阿黎说 做服务员挺好的 我很喜欢吃咱们家的菜 我觉得大有可为 所以想投资咱们家 吴玉梅愣了一下 这操作超出了她的想象 通常故事里女孩子落难 都是寄人篱下 怎么这位反着来呢 自己这片小店 有啥可投资的 每港路上小饭店几十家 大同小异 真想干餐饮 完全可以自己开店啊 一冷却能理解阿黎的想法 人与人的见识 和层次天壤之别 阿黎耳如目染学到的东西 是吴玉梅一辈子都接触不到的 这是一次机会 而大多数人 一辈子能遇到的命运转折机会 最多也就是一两次 说说你的想法 一冷将阿黎请进屋里 吴玉梅泡了一壶茶 做出饶有兴致的样子 其实心里不以为然 阿黎拿过点菜单 在背面写写画画做出图解 她说 我们的最终目标 是做一个全球性的餐饮集团 和百胜集团差 不多的那种 百胜集团这名字没听说过 吴玉梅说 必胜客 肯德基都是她家的 在一百多个国家地区 有三万多家店 八十万员工 一冷叼上一支烟 给吴玉梅科普了一下 吴玉梅嗤之以鼻 她早已过了做白日梦的年纪 不切实际的胡咧咧 她一个字都不信 我们先做起品牌 开多家连锁店 吸引投资 上市 阿黎侃侃而谈 这些话都是欧锦华的日常 但在吴玉梅听来 就是天方夜谈 和小老百姓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一冷说 那你就是天使轮了 阿黎说 可以这样说 一冷说 你能投多少 阿黎说 初步准备五十万 吴玉梅一口水差点呛着 这丫头张嘴就是五十万 也不怕闪了舌头 但她严肃的表情 可不像是吹牛 这下 吴玉梅有点动心了 她开这一小店 只是为了生存而已 没什么远大的理想 和执着的信念 赚钱就是第一要务 既然人家要投钱 注意是投钱而不是放贷 自己有啥不能答应的呢 再说了 吴玉梅现在的经济状况很差 背了大几十万的债务 靠六张桌子的小店 混个温饱还行 想发财 势必要付出无数的精力时间心血 餐饮业是勤行 来不得虚的 每一分钱都是卖力换来的 所以能一步到位走捷径 她没理由不同意 大妹子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吴玉梅说 阿黎点点头 不开玩笑 吴玉梅说 你爸妈同意吗 这么大一笔支出 你可别偷家里的存折呀 阿黎说 不会的 我手上确实没这么多现金 但我马上就能有 只要把我的几台相机和镜头卖掉就行了 吴玉梅说 乖乖 什么相机这么值钱 相金的呀 阿黎说哈苏H6D 莱卡S3 佳能1D 还有几十个镜头 吴玉梅说 就这 阿黎认真的点点头 嗯 吴玉梅将目光投向老黄 他只信赖老黄 饭店本来都快被自己干黄了 是老黄这个代财运的大兄弟 来了之后 神奇的起死回生 而且日益兴旺 一切功劳都是老黄的 这家店的命运 老黄能当80%的家 当然还有点其他小心思 老黄人品过硬堪比钢铁 一直坚定赛过柳夏慧 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好男人 吴玉梅已经有了这个意思 所以 他将决定权推给黄皮虎 老黄毫不犹豫一锤定音 这个事儿 可以干 阿黎笑开了花 那我提一个要求 饭店要改名 我想换一个 更加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名字 过目不忘 很有特色的那种 玉梅饭店这个名字 确实太过普通 就是吴玉梅用自己名字命名的 非常随意 以前就算了 以后正规化运营 肯定要一个有特色 有内涵的好名字 我抛砖引玉 就以黄师傅的名字命名 叫黄皮虎 怎么样 阿黎起身 从柜台上拿起黄色老虎布偶 在纸上刷刷画了一个卡通图案 说这就是咱们的logo 黄皮虎这个名字 就是一冷根据这个布偶取的 没想到歪打正着 竟成了饭店的名字 可谓冥冥中的天意 他当然不会反对 用老黄的名字 吴玉梅更不会反对了 虽然在他心中 用好运来 金满楼 福满春之类名字 可能更好点 这时 小红拎着油漆桶回来了 一冷拿新拖把 占了吊佩勾兑好的红油漆 上梯子 在白墙上龙飞凤舞 写下三个大字 黄皮虎 毛笔字不难练 但是用拖把 在垂直地面90度的墙上 写出半米剑方的大字 就见真功夫了 这四个字 也许在书法家看来不算什么 但在一众邻居商户眼里 老黄 就是美港路上最牛逼的存在 文武全才了 阿黎也要表演一下才艺 小红去对面杂货铺 找了一点其他颜色的油漆底子 和几把刷子 阿黎当作油画笔用 在门头空白处 画了一只黄皮虎 附近商户和行人围观 一冷从柜台拿了一包烟散了一圈 他一向和善待人 与邻居们关系处得都不错 有人打去说 这也算是没经过审核的户外广告吧 黄皮虎说 没错 可是他们总不能把墙拆了吧 一阵哄笑 大家各自散去 没人意识到 他们见证了一个百亿市值餐饮帝国的诞生 阿黎加盟黄皮虎饭店之后就是自己人了 他迅速进入状态 拿出iPad搜索关于餐饮行业的各种规章制度 连带着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以及江伟市自己制定的细则看了一遍 以后正规化运行 不该踩的坑全都要规避 中午连一桌客人都没有 黄皮虎还在后厨忙活着 完了出来从柜台上拿了个便利贴 写了一张字条撕下来拿走了 然后就听到武林之光引擎发动的声音 阿黎拿起便利贴看了看 和一暖暖饭盒底部的那张纸 同样的淡黄色上层撕掉之后 下层纸面上残留着笔尖按压的痕迹 阿黎辨认了一下 大意是多吃饭增加营养的话 饭店中午吃员工餐 黄皮虎端出来的是一大盆炒饭 米粒裹着蛋液炒成金黄色 配上青豌豆、玉米粒、胡萝卜丁和午餐肉丁 再炒一盘青菜 烧个汤 就是营养丰盛 价廉物每一餐饭 阿黎用手机将色香味俱全的炒饭 拍了下来留念 下午 阿黎去银行办了一张借记卡 她虽然拥有新加坡护照 却还保留着国内的身份证 办卡很方便 她那帮闺蜜朋友也着实给力 当天就完成了交易 先款后货 不光卖了相机 把妈妈送她的勃金包和卡蒂亚手表也出手了 换来58万人民币的启动资金 阿黎当场就取了49000元现金 开始大展拳脚 兵分两路 一路去使工商局变更注册 一路寻找新门面扩大经营 说来也巧 隔壁是一家干洗店 经营不善面临关张 吴玉梅和老板聊了一会 就把门面接了下来 等干洗机器搬走 也不需要重新装修 摆几张桌子就能营业 现在工商税务 注册变更也都比以前方便多了 在市政府务大厅一战事解决 按照流程办理 没人刁难 没人吃拿卡药 玉梅饭店不是公司 只是最简单的个体工商户 现在阿黎的建议下 注册一家叫做江伟市 五玉梅餐饮咨询 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 五玉梅担任法人代表 同时注册黄皮虎 五玉梅和大红袍腊炒芝麻鸡商标 个体工商户只能个体经营 不能加盟 不能开分店 注定干不大 成立公司之后 操作空间就大多了 对于这些 五玉梅不太懂 但凭着本能感觉 阿黎的方向是正确的 新公司注册资金50万 可谓雄心勃勃 但这个壳子现在还用不上 只是未雨筹谋而已 现在依旧以个体户身份营业 核定收税 负担小很多 阿黎是新公司最大的股东 还得兼顾着学校的事 他抽空去了一趟学校 问一暖暖中午吃的什么 回答是 十斤炒饭配牛油果 小番茄卤牛腱子 还有一盒酸奶 给你留条了吗 阿黎问 暖暖拿出一张淡黄色的便利贴纸 和上回的字迹同属一人 很漂亮的形凯 刚见飘逸 利透纸背 文字和店里便利贴上的一样 这事竟然是黄师傅干的 阿黎觉得有些古怪 并没有立刻告知暖暖这个秘密 初二年级放学早 阿黎陪着一暖暖一同回家 告诉他一个好消息 现在 他们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了 他俩的身后 两辆爱马电动车停下 简师宇和梅心 愤恨不平地看着两人背影 本来打算教训一下一暖暖的 没想到阿黎老师一直跟着 只好作罢去医院找老大 梅心说着 一拧电门 直奔船厂医院而去 在谷科病房 两人向尹卫然报告了最近班里发生的事情 说一暖暖现在大出风头 狂到不行 我明天就出院 尹卫然恨恨道 我倒要看看他能有多狂 简师宇说 老大 你这个脚上还打着石膏呢 行吗 尹卫然说 那有什么 我爸爸开车接送 在学校里不还有同学们吗 我这样 带伤坚持上学 是值得表彰宣传的 说不定班长都得每天来扶我 梅心眉飞色五股掌道 不愧是老大 梅心说 说不定班长这回要被老大感动了呢 被一姐没寄予见的 班长风萧萧 此时登着山地车 回到夏威夷风情海岸连排别墅区的家里 和往常一样 家里空荡荡的 妈妈也许在美容院 也许在麻将市 爸爸永远在加班 有时候她觉得自己不是孤儿 胜似孤儿 具有网吧火灾之后 全是网吧大整顿 不满18岁的 坚决不许入内 风萧萧更没地方可去 正当孤独 侵蚀着少年的心灵时 楼下车库传来声响 是老爸的黑色帕萨特回来了 这才六点钟 老爸就回家了 风萧萧兴奋起来 一路冲到车库 就看到老爸从储物架上 拿了四瓶茅台酒 和四条熊猫烟 放进帕萨特后备箱 今天你真爷爷大寿 马小伟说 你换件衣服 过一会跟爸爸去真爷爷家 风萧萧恍然大悟 原来今天是重要日子 怪不得老爸这么早回来 他有两个爷爷 一个是马小伟的父亲 血缘上的爷爷 但这个爷爷只是普通工人 含业量不高 大可以忽略 还有一个是外公改成的爷爷 传厂退休的老一把手 封书记 马小伟是入傲的 风萧萧跟的是风家的姓 这个才是户口本上的真爷爷 学校有什么新鲜事吗 其实马小伟还是很疼儿子的 因为儿子各方面都随自己 无论外形还是内心 这也说明自己的基因强大 风利这个胖娘们 和待遇没啥区别 有啊 来了一个新英语老师 是学校特聘的外教 普林斯顿毕业的 我将来要去留学的学校 风萧萧淡淡地说 哦 这位老师可是姓欧 马小伟装作不经意地问了一声 但内心已经惊涛骇浪 老天待我不薄 机会来了 请不吝点赞 热